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时间 我们又来测评鱼干 今天我们测评画师的一味鱼干 这一根是以前买的龙尾鱼 这个是120块钱两根 特别便宜 说到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就是真正的龙尾鱼 后来才知道是这样的 今天我买的这根是5米4的 当时我双11的时候买的 花了350块钱左右 这东西包装还是挺可以的 好的鱼干里面这个包的这个布都不一样 摸起来好适合 哇挺精的 下面这根是300多块钱的花式一味 上面这根是普通的鱼干 这不是真正的龙尾鲤 这写的是龙尾鲤 特便宜 然后这个重量的话 这个一味的花式一味的是147 147克 这个的话175克 但是我拿着手上的感觉差不多 像大也不是很多 反而这个100多块钱打起来比较轻便一样 比较细一样 摸起来是比较舒服 然后近距离看这个鱼干这个区别差别 还是体现出来了 明显是这个花式的一味鱼干 这个做工确实比较精细 这纹路特别明显 特别漂亮 摸起来的质感也是 当然我这根是用了用了几次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里 好了 我们不会吧 今天我们直接进入里面最喜欢的吊重 这一瓶水的重量大概是0.55 也就是一斤左右 一斤多一点 这是550毫升的水 1200毫升的一公斤是吧 差不多 然后这个龙纹里 这个100多块钱两根的 看它里面的最大吊重是2400克 也就是四五瓶水的重量 然后这个画质它写的是1500克 但这肯定不是极限值 我们今天测试一下 这个比直度的话明显化石的一味 更比直一点 你看这个龙纹里下垂严重 而且这个鱼竿是属于37偏28钓的 感觉它还是挺软的 比这个鱼竿就好多了 这个更加软 这个线也是买的那个鱼一味的 和化石的东西还是挺贵的 上次测评那个鱼竿的时候 很多人是这个线绑的比较长 今天我们就绑短一点 好了我们先绑一瓶啊 今天主要是测评这边一味啊 这个龙纹里是参考用的 一些没有任何问题啊 要转动一下这个鱼竿也一样 没问题的 我再测试一下这边 在两边一起来 起这个皮水啊 多数化了一皮水啊 哇 感觉这边 几十块钱的 我都不敢提上来啊 感觉又不好 平常提起来 再分别加一瓶 黑这根卖家还宣称能 吊起2400克 感觉好难 就跟以前买的 跟鱼竿差不多 点虚假宣传 反正这根化石的鱼竿 别人都只写了1500克 是化石的 吊起来了 两瓶吊起来了 好了 现在这根一百多块钱两根的 炮充能吊起2400克 老婆就带头盔了 两瓶水就裂了 可以的还说能吊起2400克 这夸大的 刚刚吊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啊 我都知道要裂了 好了 这根已经废了 好了 我们这根化石的再加一瓶 也就是它的出厂值啊 1500克 如果这吊起了三瓶 那就挑战成功了 毕竟上次那根干三瓶断 两瓶勉强 这根干今天两瓶就断了 当然我这根干用了几次 现在是三瓶水 也就是1500克左右 感觉一会劲 吊起来了 我说实在用这根一味鱼干掉这三瓶水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悬着的 我总感觉会崩掉 因为也有刚才那种感觉没想到竟然吊起来了 所以我感觉这三百多块钱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直了 那边我就不想到两瓶就断了 而且这个爆的是第一天 这一点尴尬 但说实在握的话我比较喜欢握这个 握起来确实比较舒服一样 可能我没用过好干 感觉自己比较粗一点 我上司一的时候还买那个龙闻铁 那是真正的龙闻铁 上司一买的时候还挺便宜的 不到一千块钱就买到了 人家一千九百八十块钱 下次有机会再测评吧 好了 今天这话是一问鱼干就测评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我测评的话可以在下面讯上 好了拜拜